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后面还会提到像and 其实再来就是刚刚有多重逻辑 剩下来就是你可能要了解 什么叫and 就是交集 交集就两个条件 以上的话 两个以上 如果两个都要为true的时候 才为true的时候 那你就要用and 如果其中一个 只要其中一个的话就偶尔 那我们后面有那个范例 也许你们也可以自己去练习 就and这个地方 比如说它这边有个条件 它是销售量跟销售金额 这两栏都要 而且且的话那就and 所以如果你假设 在以上里面的话 第一个一定要插入 插入我们的逻辑 逻辑里面的话一样用if 那if之后的话 如果你有两个条件的话 那你必须在逻辑里面用and 那and的话呢 我的习惯是自己打比较快 但你也可以插入函数 不过插入函数就跳到另外一页 所以反而我觉得比较麻烦 你刚才打一个and and很简单 刮斧 刮斧的话第一个条件 什么呢 这个销售量如果大于20的话 那这个条件就是这个 它如果大于8万的话 那如果它第三个斗点 再继续斗点 它这个好像最多 可以有255个吧 不过一般没有那么无聊 那么长一串 它可以很长一串 那第一个而且喔 又是两个要同时为true的时候 才是为true喔 and 那如果未来只要其中一个为true的时候 你就把它改偶而就好了 或的话就是两个其中一个为true 那底下的这个就是为真喔 ok 如果两个 那这两个都要喔 ok 所以and的话两个都要 就是销售量要20以上 销售金额要8万以上 然后呢 我们就什么 我们就合格跟不合格 或者yes 我们简单 yes 反之就no 打个y跟n好了 ok 这样比较简单 好 那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它就会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结果来做出来 你会发现这个 这一个它是等于 这个是小于 所以这个不合格 那这个是有 这一时类推 那另外的话当然 请各位也可以把它改成VBA 不过VBA要怎么写 基本上 它其实写起来 大概就长这样 就是 也许我就插入一个业绩函数吧 然后呢 我给它犯for i 等于多少呢 等于10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在这边 如果你是在这边执行的话 是2到7 for i 等于2到7 然后做什么呢 就是如果它的B 大于20 而且就写在这里 end ok 如果在VBA里面的话 记得 esale是写在瓜糊的前面 那VBA的话是写在逻辑 空一个逻辑 但未来还有的话 再end 再end就可以了 那偶尔的话也是一样 所以这样的写法 最后的话呢 你就输出到F栏 就是U或列 ok 那当然这边把它复制 如果用这个直接来用的话 es一样 直接把它贴到这边就可以了 那业绩 这个业绩的sug 那我们直接 不过输出的话 如果 你如果那个位置不对 如果要输出到这边的话 那我可以把它改成2到7 有没有 所以以后的话 你可以拿一个范本 U跟列 或yes或no 也可以吧 我们把yes或no OK 输出yes 反之是no OK 好 这样的话输出 所以他会把这个抓过来 跟这个抓过来 去比对 好 之心 有没有 yes 结果一样 其他的话呢 偶尔的话呢 其实到底差不多 只是把它改成或 把end改成偶尔 其他都一样 那只是说呢 end的话 他就是两个 这两个条件呢 都要为真 都要为处 要大于20 又要大于8万 OK 那偶尔的话是其中一项 就OK了 所以逻辑里面的话 当然连级跟交集 你会大概也差不多了 其他的话 我刚刚有提过 有一个nuz 不过nuz 我建议你不要用 没有关系 因为反而我觉得用nuz 相反逻辑 反而让逻辑变得太 不太复杂了 像之前好像有被骂的 那个公投案 那个什么 如果你什么不 什么同意的话 那你什么 反正就是那绕来绕去 最后你根本不想要 同意还是不同意 所以其实那个 反而会增加 你了解 那个问题本身 所以尽量越单纯越好 所以nuz 我是放在这边 但是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接下来后面 我们还在提到 就是颜色变更 特别注意 其实颜色变更非常简单 但是请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变换上面的颜色的话 包含字的颜色 跟底色的话 那只能够在sub里面做 不能够在function里面做 ok function制定函数 或者函数本身是不能够变更格式的 你只能在sub里面变更 所以function里面没有办法变更 只能透过sub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要做出 那个刚刚讲的这几种效果 所以底下各位可以看 包含就是说 第一个 A的话 我要变一个字的颜色 比如说变成蓝色 变成红色 变成绿色等等 或其他颜色 那底色常见的 B 那C的话是框线 D的话是粗体 那怎么做 其实非常简单 主要是哪个储存格 这字的颜色 就form color 那底色的话 是intero color 然后呢 框线就borders 特别就要加一个s 为什么 因为框线不止一条 它上下左右 四条的颜色 那这个字要加粗体 就是这样 那所以呢 这边的话 假设我们要来 做出ABCD 这四种效果的话 怎么做 OK 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一样切到 这个是云端上有 所以待会也许你可以参考云端上面 那接下来我是教各位 怎么去做出这效果 而且你就可以马上可以偷在你工作上面 你如果希望 所以很多地方 我想工作里面蛮多地方 你要变更格式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这一招来做了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要怎么变 如果我今天希望A是蓝色字 B是黄底 C是框线 D是出体的话 那我们第一个先切到哪里 切到刚刚的这个成绩多重好了 那我只要把成绩多重 把它复制一下 这一段贴到底下好了 我改一下 因为我基本上拿它来改 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叫成绩多重颜色 所以在后面的话 加个成绩多重颜色 那也就是说以后 这个范例主要就是 如果以后你们想到VBA 要怎么样去变更E-Sale里面的任何储存格也好 或者是字的颜色跟颜色有关的话 就是用这个范例来改就好了 那改的方法特别注意 E 我希望输出A之后 把它的底色变成蓝色 把它颜色变成 字的颜色变成蓝色 字的颜色 OK 那怎么做 E 你在那个什么的输出A之后的下一行 先输出A 再做格式 不是我们跟平常做一样 就是滑鼠游标点到那边 那我们就做什么 把它换个颜色 这个颜色换成 这个换成蓝色 这个蓝色 那你一般是点了 不过以后 当然你资料量少还可以慢慢点 可是如果你资料一多了之后 你总不可能慢慢点吧 几十万几百万资料 你怎么慢慢点 所以大数据的资料的格式设定 你就必须要一定用程式 所以其实大 那个大数据是多少才要大 其实大主要意思不是 我的理解应该是 不能用人工来处理的资料量都是大 大数据吧 OK 那多大 就是人工无法处理的资料量 其实只要那个数量太多的话 都应该用程式 只是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在输出A之后 我们在这边打一个 打一个Sales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 把瓜糊也加过来 不过如果你加瓜糊 有个缺点 就是如果你这个瓜糊也加过来 它会变成点下去 它不会提示 所以理论上我的习惯是 我先Sales 先加 瓜糊最后再加 有没有 你Sales点下去 然后你跟他讲说 我要针对他的字型 所以字型就Font 然后颜色的话再点 点下去 你会发现这边有什么 Color出现了 所以他会提示 你不用死背 没关系 就是字的颜色 等于什么呢 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你只要记得颜色的话 在VBA 你只要记得一个函数 叫做RGB就可以了 RGB是什么意思呢 三原色 很好记吧 RGB 那也就是以后你要给颜色 你就记这个就好了 那如果我今天要蓝色字的话 它最大是255 最小是0 所以呢 也就是你刚才讲说 他问你第一个问题 RGB你红色多少 没有 绿色多少 也没有 那蓝色我要开到最大 就给255就可以了 其实有点像一个调色旁 你就给对的颜色就好 这样子的话 他就帮你把这个底色改成蓝色 把字的颜色改成蓝色 但特别注意 刮壶请你一定要再加上去 如果你刮壶 忘了加的话 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那个工作表里面的所有储存格 都变成 那个字都变成蓝色 OK 所以记得不要忘记 然后这样就OK了 所以如果现在把它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只要是A的部分 它都会清除一下 按错 应该是这个 这个时候的话 蓝色 没有 因为我是另外再多增加一个 所以我把这个再贴一个 然后把这个再把它改成成成基多重颜色 那这样子的话再输出一次看看 成基多重颜 清除 有没有A出现了 但以后的话 如果假如说你要变成别的颜色 你当然可以怎么办 如果红色就是25500 绿色的话就是025500 有没有 就不一样颜色 那如果说你要其他颜色的话很简单 记得你就是到常用里面 找到这个颜色旁边有个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里面的话有个制定 假设你今天你填了一个黄色对不对 然后你再点制定 他就告诉你黄色这个颜色 2552550就对了 如果你要淡黄色的话 你就往上拉 255255129 有没有就这个颜色 如果你要这个其他颜色有没有 这个颜色 你就把RGB分别填入这些颜色 他就会给你这个颜色 我理论上一般没有用那么复杂 你大概知道有这个方法就OK 这个就要从哪边 这边旁边有个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里面 你可以找一个颜色之后的话 再制定 他就RGB了 所以你要什么颜色就有 这个有那个一 这个好像是1000多万种颜色 不过其实大概主要就用那几种 红色 那底色的话怎么做 一样B 如果B的话我希望做出那个底色 涨像这样 有没有黄底 那黄底 其实主要第一个一样什么 这个Sales 电 瓜五先不要加 他intro 所以你打个IN 他应该就出现 IN在这里 intro 这个 电什么 Color 一样Color 我希望变黄色的话 等于什么 RGB 那我刚刚有点了黄色 还记得吧 黄色就是红配绿 红色255 逗点 绿色255 逗点 蓝色没有 对 这样就OK 所以以后 在VBA里面 要变换颜色很简单 就是什么 RGB就对了 你不用记太多 当然有没有别的方法 有很多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们只要记一种就好 其他多记说真的也没有比较厉害 真的你要会用比较厉害 我是 好那再来的话把瓜糊记的放到这边来 就是这一个的底色 变成黄色 这边我把他执行 你看看 因为有没有变黄的 黄的 那个框框的话就是boulder 所以C的话 一样就是把这个 它的底就点B boulders有没有 OK 然后点color 如果红色的话 那就等于什么 等于RGB 瓜糊 然后255 红色 其他都没有 0 这样子 记得 一样把瓜糊 这个瓜糊再补上 不然的话 如果你忘了补它 便全部都有框框 OK 这个还蛮常常遇到 好那这样框框加上去 对了 再来就出体词 出体词的话 就是针对那个D的部分 所以那个是什么 它的出体 我记得是在form 字形 然后这边有一个 有没有 Bould OK 这个 然后等于什么 等于True就可以了 True 就是True的话就打开 关掉就Force 就对了 True跟Force就开关 True也打开 Force就关闭 记得针对哪一个储存格 记得再把瓜糊补上 否则的话 它会变成全部都变成出体 好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OK的 知心 出体了 OK 那没问题吧 试一下 那这个当然 主要是 就是加上在乘机多重 把它复制下来之后 改个颜色 然后针对A 的这个效果 把它变成蓝色 就这个 这个变底色 这个是Boulders Boulders color 这个是框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它的粗体 那细节部分的话 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个云端上面 我有放在这边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给试一下 那当然其他的你也可以自己变化 我想这样已经足够了 因为 字可以变颜色 我们刚刚是变蓝的 你也可以变其他有颜色 颜色我刚刚讲过 你调色盘自己调一下吧 颜色你可以变换出 非常多的颜色 手边的这个工作表 如果你希望哪些资料 换个样子 换个样子 这样一目了然 如果你要给老板看的时候 他也比较清楚 这些资料里面 哪些是他需要看的 你就把它mark起来 让他起目一下 他就看到了 比如赚钱不赚钱 或者等等的 你让他知道 或者的话 如果全部都黑白 他辨识真的是蛮头痛的 请各位试一下 如何针对那个除春格 做那个这个格式的部分 对 感谢观看